学校竟然瞒着家长组织学生厌学 不以学生教育和安全为主 反而关心起一些学校以外的事 最近啊 某些学校的一些迷之操作 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 引来了更多家长和老师不满 一边呢 器官一致合法化 一边呢 就在学校宣传自愿捐赠零件 这边呢 就接着给学生体检 这是什么举动呢 这是要配型吗 然后你们又想做出什么不为人知的操作呢 日后会不会莫名其妙的又丢失了一个孩子 前段时间呢 那个莫名其妙在学校消失的孩子 最后在小树林里发现了 我就是不说名字 我想大家也都明白是谁 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还不够心酸吗 还不够令人惊惊胆战吗 近期啊 一位来自辽宁的家长表示 孩子在学校被抽血厌血 但是家长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孩子孩子回家以后啊 自己说的 所以家长都觉得这事啊 其中有猫腻 做家长的第一直觉就不对劲 担心孩子的生物隐私被学校泄露 万一以后被心思不纯的人利用了 到时候家长和孩子该怎么办呢 小秘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吧 于是这位家长啊 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帖子 其中说到 学校这样的做法太值得令人怀疑了 就算需要厌血 但至少要通知家长吧 告知家长厌血的目的吧 如今啊 不少学生啊 相继走势 谁知道其中的原因呢 会不会就是跟厌血形有关系 难道背后有什么看不见的利益链条吗 这种做法不就是推学生入坑吗 如果孩子身体有异常 真的需要厌血抽血 应该由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 如果学校需要的话 家长也不会吝啬向学校出示检查报告的 但前提是保证孩子的安全 不能陷入孩子的隐私吧 其实呢 这位家长的质疑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哥哥也是这么想的 想必他也说出了不少家长的心声吧 本身啊 学校就是交出育人的地方 怎么就这么感兴趣给学生做体检呢 行 组织健康体检也正常 帮助学校了解学生的身体状况 体检里呢 有抽血的项目也可以理解 但是为什么要瞒着家长呢 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且孩子上学用什么车接送 学校离家有多远或多近 这跟学校有什么关系 同时啊 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失踪的都是学生的 有的是校内失踪 有的是校败 这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 来 谁能告诉我呢 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是 看家长的 都不是 神区啊 对